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寿命极长的人形实体 非撒事件的幸存者一般将ICP-4666描述为一名身材其高 两公尺到2.3公尺间的老年欧洲血统男性 其外貌极度瘦弱 实体似乎总是全身裸体 即使是在寒冷天气的户外 ICP-4666异常特性的性质和极限仍然未知 但其似乎能瞬间或近乎瞬间的 前往北纬40度以备的任何地点 且可能还包括地球上任何地点 ICP-4666的活动 只在每年的12个连续夜晚发生 从12月21日 22日夜晚 持续到1月1日 2日夜晚 此期间被称为ICP-4666的活动期 此期间会发生Vexna事件 ICP-4666会出现在北纬40度以备的一个 或多个住宅内 这些住宅都符合以下特征 是孤立的乡村地点 住有的家庭内有至少一名8岁以下儿童 其所在地区会在事件期间内持续复学 Vexna事件大略由以下过程组成 第一到七夜 儿童报告看到ICP-4666在其住家周围 实体一般被观察到从远处注视住家 部分案例中 儿童报告撑起夜里醒来后 看到ICP-4666在窗外注视他们睡眠 第八到十夜 家庭成员包括父母 报告听到楼顶有小步声 在住家内也频繁注意到出现恶彻 这些现象的源头不会被发现 其结果是 父母一般开始怀疑家中造人潜入 甚至认为住家在闹鬼 第十二夜 在此夜会有以下两种情景之一发生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情况 是ICP-4666杀死家中全部成员 剩下一名八岁以下儿童被其劫走 ICP-4666会在家庭成员睡眠时 施加伤害 令其无法活动 再将全体受害者拖入一间房间中 在他们彼此注视下继续杀人 杀人方法随事件各异 一般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折磨 似乎有某种仪式性目的 剑下Vesna事件记录 第二种情形只占约15%的已知Vesna事件 此时ICP-4666不会伤害这家人 家庭成员报告 听到夜里有脚步声在家中 但没有发现暴力闯入痕迹 早上儿童会在床角发现礼物 是有人类儿童试骸制成塑造玩具 兼ICP-4666J个题记录 ICP-4666如何决定Vesna事件结果的标准 如果存在当前也是未知的 文件4666V30091Vesna事件记录 虚主义的Vesna事件 克罗埃西亚的未知村庄 大约一死98年 全家人被杀 一名儿童年龄未知被绑架 虽然事件的具体细节 从寻货文件中无法得知 但有提到谋杀带有强烈的异教徒要素 且这家人死前曾遭受巨大痛苦 监督调查的大主教在记录称 他相信这家人是在某种恶魔遗事中遇害 鲁伯特之地的未知村庄 近日加拿大安大略生 1689年 全家人被杀 除两名儿童其中一人被绑架 另有一人 女性 年龄未知 在谋杀过程中逃脱到附近村庄 他告诉警方 有一裸体男人在夜里闯进他的家中 折磨他们 具体方法在巡货记录地位提及 调查后发现家庭成员的尸体 在屋内倒挂悬吊于屋顶 全部都遭放血 德国爱希斯特 1913年 全家人被杀 一名最小的儿童 三岁男性被绑架 父母和其他五名儿童的尸体 在住家旁的马厩内被发现 他们的手掌被刀 插和其他尖锐物 穿刺到马厩墙壁内 而后被割去舌头出血死亡 家庭成员的血液被用来在马厩内的锣 山羊和两头奶牛背上 涂下了意义不明的复杂图案 这些动物未受伤害 邻居告诉警方 谋杀前一周 这家人里的父亲 提到在住家周边的雪里发现脚印 似乎是光早的人类留下 苏联普廖斯 1956年 全家人被杀 一名最小儿童 四岁男性被绑架 父母和另一儿童的尸体 在卧室内被发现 他们遭到捆绑 脚部被放到火锅内的火中相当长时间 使其脚部组织被烧光 露出骨头 他们的头部被某种位置重物压碎 几百个咬痕在每具尸体上被发现 确信是死后世家 在尸体上还放有从屋外山树上 折下的树枝 用意不明 挪威斯区德内斯 1971年 全家人被杀 第二小的一名儿童 五岁女性被绑架 父母和其他两名儿童的尸体 在房屋地下室内被发现 每具尸体的四肢之一被暴力强行扯断 而后被某种位置尖锐物 捅刺了39下 可能是某个被扯断肢体的骨头 引起大量尸血和死亡 家庭成员遭到挽除内脏 大小床被切除后 砍正30到50公分长的碎段 围绕尸体 全放射线白放 肠道内的粪便被用于在地下室墙上 投出意义不明的符号 冰岛 埃尔斯塔记 1996年 全家人被杀 最小儿童4岁女性被绑架 父母和7名其他子女的尸体 在屋内被发现 所有尸体的背部 颈部和腹骨钩 都有大片皮肤在死前被切除 切下的皮肤被发现遭到部分坑食 全部家庭成员被家中存放的一把斧头斩首 在死后 家庭成员的无头尸体被放到各自房间的床上 砍炸的断头被放置在一楼通往二楼的阶梯上 父母的头颅在最下 而后一年零游大到小排列 文件 4666 v 30985 SCP-4666-JA个体记录 需注意的巡火SCP-4666-JA个体 芬兰 努尔梅斯 1811年 一个小木骨 有两根长短不移的木齿骨棒 骨皮为390立方公分大小人类儿童皮肤 被人类寄件制成的线缝盒 威尔氏 格利盖尔 1857年 一把小刀 长15公分 刃长6公分 用人类儿童的整块骨头雕刻而成 在其把手上可有含义未知的符号 哈萨克 马卡特 1903年 用中空人类儿童骨骨制成的断笛 延期笛身有孔洞 已不等间距被凿出 骨骨似乎曾被人鞋上色 密西根州半葛市 1960年 装有13个微型人像的木盒 每个长4到6公分 人像以人类儿童的鞠骨制成 用人基建制成的线索固定 人像被以人靶和碎铺装饰 DNA测试显示 这些残骸来自18名不同儿童 加拿大布洛伊藻 1976年 一个直径23公分的球 用19层人皮 紧紧缠绕在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类儿童断头上 男性2到3岁 皮肤层被松弛固定 荷兰巴尔德 2006年 一把梳子 把手为木指 雕刻粗糙 梳尺部分为43个脱落人尺 以不规则监局 嵌入在把手上 DNA测试显示 每颗牙齿都属于不同的儿童 只有两颗 能与已知遭拐阻阻的 SCP-466受害者匹配 牙齿年龄 从几天到400年以上不等 发现 SCP-466的存在及持续活动 于1974年 通过基金会新安装的 异常标志辨识程式被发现 有多起高相似入尸杀人事件 被发现集中发生于 北半球的1月1至2日夜晚 对世界范围拼命 和执法部门档案的广泛调查后 最终发现证据显示 可能的Vesna事件 近乎每年都在发生 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 平均每年3.1级一致事件 多份历史文件 也发现似乎是描述了 更早期的SCP-466的活动 部分案例中 最早可追溯至 西元二世纪的欧洲及俄罗斯 还有西元前一世纪的斯坎蒂娜维亚 在基金会调查过的 全部Vesna事件现场 都发现有处于 同一人形尸体的指纹 于1873年 巡获的一个SCP-466之A个体上 以干燥协议保存的残留指纹相匹配 畏之人类中 会出现该指纹表现的特征 四人类的白髮 也在多个Vesna事件中现场被发现 但没有DNA可从中被提取 附录466-01 于2018年1月2日 在Vesna事件 060198结束后 于阿拉斯江州霍纳的一处住宅内 发现多个SCP-466-J个体 这集中有SCP-466-J-0960 唯一粗糙GEN大嫂的人偶 以一名女童瘦弱的身体制造而成 在其上有如下改造 一件用许多肮脏 褪色布料冰纯的裙子被缝在躯体上 多处缝入皮肤中 口部被基建制成的线缝合 嘴唇被主要由人血制成的颜料涂红 用松脂将来自其他儿童的指甲 粘合在虚体的指甲上 用同样的人血染料涂红 虚体上有三根手指缺湿 头皮被完全剥去 缝上了长有金色长发的其他儿童头皮 头发被束成两半 双眼被挖除 眼眶内放入了粗糙 涂化成眼睛的大圆耳软石 在这站进行检查时 发现被制成人偶的儿童仍然存活 但失去意识 警方接到通知后 将该儿童空运送往阿拉斯加州 诸诺市的巴特里地区医院 他在那里存活了18小时 基金会特工出动 得以对对象进行了采访 见下文访谈记录 在对象死后 他的尸体被特工查收 所有目击者依照标准程序被记忆消除 DNA测试显示 对象为7岁的Ekaterina Morozova 是2016年1月2日 从俄罗斯杜伯夫哈 被绑架的SCP-4666受害者 事件显示 他在被绑架后的两年里 严重营养不良 造成其严重发育障碍 体重仅有15公斤 身高仅90公分 有若干伤疤和烧伤在其皮肤上 有两处骨折 左颈骨和右颈骨 没有被复慰 只接受过不妥当治疗 其双手严重伸减 死因被归为严重 持续的营养不良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录音记录 466-06201 预期 2018年1月2日 时间 阿拉斯加标准时间 23时27分 到阿拉斯加标准时间 23时49分 地点 阿拉斯加州 诸诺市巴特利地区医院 采访者 特工Anthony Kowachik 特工Susan Mills陪同 受访者 Akaterina Morozova SCP-466-GA-0960 女性 7岁 被注 对象在死前30分钟恢复意识 对其进行了采访 医院人员已事先将他唇上的线去除 令其可以开口说话 尽管对象被给予马菲点滴 他在采访全过程中基本保持连贯 对象不会英语 只会说一种特工Kowachik与Mills都不了解的语言 原来在几分钟后 对象开始以鳄鱼和特工交流 Kowachik特工掌握了初级鳄鱼 并且可以在无翻译下进行采访 记录开始 你好 我是Antony 你叫什么名字 你 你是来带我回去找他的吗 不 我保证 我就是来跟你说话的 我不想回去 你不需要了 你安全了 Mishka 你能告诉我 你发生什么了吗 你记得 他进到你家的那晚吗 我记得 他伤害了爸爸和妈妈 还有Catia和Giriana很长时间 他们都在流血 等他们都不叫了 他把我装进他的袋子里 他的袋子 他有个大袋子 袋子里还有其他孩子 我想 我们到了其他房子 我听到袋子外面 整晚都有人尖叫 也到一间房子 他都会装一个孩子进袋子里 然后过了这夜 他就将我们带走了 他带你们去哪儿了 地下 很深 地下 您说地下是 很深 到处都是泥 河土 还有冰 骨头到处都是 到处都冷 我睡不着 因为太冷了 有很多其他孩子和你一起吗 很多孩子 很多隧道 很多洞 但我没有全看到 我看不到其他 太暗了 我的洞永远内 和Hekla 和Sasha 和Paul 我们一起做玩具 玩具 你不做玩具 就没得吃 不要停止做玩具 不要睡着 不然他会伤害你 他伤害你们 怎么伤害你们 他打你 或者烧你 或者咬掉你的手指头 或者他在他的房间里 把你煮而吃掉 他吃了Philippi 和Sally 你呢 这是什么 发生在你身上的 是他做的吗 Renee 和Hekla 和Sasha 和Paul 做的 他们必须做 为什么 我生病了 当你做不了玩具 你就变成玩具 以上就是SCP-4666 简单来说 SCP-4666 是一个老人外型的人形尸体 能瞬间移动 会在圣诞节前后开始活动 入侵住家 并绑架的孩童 杀害其他家属 被绑架的孩童 会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 进行玩具的制作 这些孩童遭受虐待 并可能成为SCP-4666的食物 当孩童无法再进行玩具的制作 就会被制作成玩具 这大概是最让人不适的SCP 很有都市传说 和creepypasta的氛围 之前在最恐怖的SCP有讲过 不过这次就完整介绍 下支影片应该会来讲 群星不歹 这个缺失之物毁灭世界的故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记住帮您喜欢 不喜欢的话 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SCP-4666 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